嗨,大家好,我是秀厨娘 又到了做灌香肠的季节了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灌香肠的做法 一起来看看吧 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猪大肠肠衣 灌肠的话必须要用这个肠衣 然后再加入清水 加入水以后,加上高度白酒 多加一点酒,这样可以去腥味 然后把它给搅拌均匀 浸泡30分钟 做灌肠需要两种肉 一种是五花肉 然后另一种就是一号肉 这个一号肉就是咱们所谓的梅花肉 把两种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灌肠 不腻不柴,肥瘦正合适 买了五斤五花肉,26一斤 这是找熟人买的 然后这个梅花肉买了10斤 梅花肉稍微贵一点,是28一斤 我今天先做10斤肉的 想了6斤梅花肉,4斤五花肉 这个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定 喜欢肥一点的可以多加点五花肉 喜欢吃瘦一点的就少加一点五花肉 接下来把肉切成小块 做灌肠一定要自己切肉 做出来的灌肠才好吃 如果要是在肉店里边搅的话 那个肉就不好吃了 最后把肉切成小丁 我为了做灌肠 昨天刚刚买了一把新刀 特别的快 因为这个肉 10斤肉要切好半天 把350克生抽 加入到这10斤肉内 接下来我们准备3两白酒 白酒呢,度数越高越好 把白酒也加到肉里边 我们将一包45克的13香都加进来 准备150克白糖 准备45克盐 将盐和白糖也都加进来 最后加入30克味精 下手抓均匀 这个秘方是我80多岁的爷爷传授给我们的 爷爷说他爷爷小时候就是用这个秘方来做灌肠 做的灌肠特别的好吃 如果要是南方的朋友 特别是四川的朋友 您可以加上辣椒面 那样的话 灌出来的肠就是辣味的了 大肠一浸泡好以后 我们加点清水 把它给冲一下 这样呢,等一会就好灌肠了 冲一下以后 我们把衣头打上一个死结 取一个矿泉水瓶 把水倒掉 在中间部分把它给剪开 底部我们就不要了 把肠衣头给它给套进来 肉搅拌均匀 腌制一个小时以后 把它给装进这个屏脉 借助一根筷子往下捅 使肉装进肠衣内 这样呢,非常简单 非常方便就可以灌进去了 我们每装十几厘米吧 然后就用手往下捏一捏 把这个肉让它捏到里面 一根肠灌满以后 我们用玉米叶积一下口 把它给封死 首先我们把它给碾一下 把这个肉分离到两边 中间这个地方不让它有肉 然后开始转 转个三五圈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不一会儿 我们就盘了三根茶了 灌好的香肠 不要直接拿出去晾晒 我们要把它放在室内 盖上一个不透明的塑料袋 先在室内腌制入味 入味三天以后 拿一个牙签 这样表面有气泡的地方 扎一个孔 把气泡放出来 然后呢,再拿到院子里 通风阴凉的地方晾晒十天左右 看实际肉 外卵满满一大盆肠 晾晒十天以后就可以吃了 我是秀树娘 喜欢我分享的视频 就帮我转发吧